年年 25 岁,在豪江土生土长的郑嘉丽有机会为澳门争断一项国际殊荣 4 年前,在泰国完成变性手术的她,刚入围2018年国际皇后小姐大赛 又称国际变性人选尾大赛,将会与全球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佳礼争逐后观 是澳门首次有变性人入围上述的大赛 为准备今次的选尾,Elly 近日辞去整职全力备折 本港独家追踪,她接受多位升级导师训练 包括加紧健身,学习舞台化妆,以及学习汪術 希望能够在比赛中突围而出,为澳门和变性人逐困增强 Elly 同年的时候,已经发觉自己和一般的男孩子不同 而踏入中学,面对化育的时期更令她十分困扰 其实在她的取向上,在我小时就发觉自己有点不同 其实我大概两岁至三岁左右,以后有几日以来 我喜欢看少女的动漫,卡通,我喜欢看美少女展示 还有我很喜欢穿妈妈的高跟鞋 直到我上学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女孩子 可能是先生或父母都会教我们 因为其实我是男孩子,所以我会尽量去配合他们 尽量做一些学校要求我们的校服、移用 但其实我一直都有跟女孩子玩的 其实在发育时间,即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 对我来说,因为我一直都不想被自己发育 因为我们当时的性格有说过,会变声 会变得更加男孩子,更加明显的变化 当时我也很担心,所以其实是否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 也是的,平时看电视或电影都会觉得自己是喜欢 当自己是一个女主角看,跟其他女孩子一样 还有当时好像也有的,有时也会暗闻一下同学 到十五岁,Elly开始看医生,确认是否有性别、认同障碍 才可以进行变性手术 最后Elly也得到家人的支持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专学,去到泰国做手术 其实家人一开始是不接受的 因为其实是中国华人社会 性别认同障碍,即是变性手术这种东西 我们比较少见,他们都不太认识 一开始他们表达给我听的是 她说希望我可以尽量追求社会对我的期望 但到我认断了追求医生后 到后期两年时间左右 我就跟家人正式出轨 其实家人用时间之后都会接受我们 因为家人始终最疼我们 和最会保护我们的人 而她和一般女孩一样 Elly也很渴望恋爱 在大学以女性打扮上学的她 亦都开始了她的初戀 我是在18岁的时候 那时也是和另一间大学的同学拍拖的 拍了两个月 但当时我还未做手术 所以都没有很深入的发展 只是很宝贝爱 当时的男朋友是我们一起了 之前我就先告诉她 其实她是我第三个男朋友 她也是我最坦诚的男朋友 我全公开过去见家长 其实一直都相处得挺好的 但可能跟一般情侣一样 性格、时间、时机 各方面的配合可能不太好 所以在上一年我们就认断了手 东州网将会继续追踪 Elly如何比较逸次的选美